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企业经营理念和人生哲学的图书阿米巴经营 本书是作者探究经营本质 切种管理要害的代表作 作者是日本的经营之圣道圣和夫 第四章 现场是核算管理的主角 单位时间核算制度 一、提高全体员工的核算意识 分部门核算 贯彻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的原则 在阿米巴经营中 应该怎样管理收支核算呢? 在这里 我以经词实行的单位时间核算制度为中心来阐述 在第一章中谈到 在创业之初 我对会计一无所知 当我第一次看到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上面 罗列的数字时 它们意味着什么? 我一点都不懂 为了理解其中的含义 我向财务负责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问题过于初级 还让这位财务人员感到很意外 因为我缺乏经营和会计的素养 就没有把经营想得太复杂 而是尽可能地将它简化 结果就发现了一条经营的原理原则 把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 作为两者之差的结果 就是利润的最大化 我就按照这条原理原则经营企业至今 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这一原理原则 就是单位时间和算制度的基础 为了做到销售最大 费用最小 在向客户提供必要的产品和服务时 首先 要减少各种损失浪费 降低支出 这是经营中最基本的一条 一般人都认为 销售增加 费用也会相应增加 但事实未必如此 只要开动脑筋想办法 就可以不增加经费 甚至可能减少 钻研创新 想尽一切办法 在增加销售的同时 不断地彻底地削减费用 这就是经营的原则 全体员工要一起来实践这条原则 怎么做才能增加销售 经费又是从哪里产生的 是如何产生的 必须让现场的员工理解这些问题 为此 就需要有简单的 通俗易懂的核算管理的方法 现场可以活用的管理会计手法 许多中小灵系企业 因为公司内没有财务人员 就把利润表等财务报表的制作外包给他人 一周或者一个 月一次将销售凭证和经费支出凭证汇总起来 交给外部的税务师或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整理好公司的所有凭证 做出利润表 多则每月一次 少则半年一次制作结算报表 告知收支核算的情况 面对这些做出来的数字 企业不会有时自己努力做出的成果这种切身的感觉 在大企业里 因为引进了计算机系统 由各现场输入数据 再将数据传输到财务部门 自动地进行统计 做出结算 但是 由财务部门汇总结算的结果 却往往不向现场反馈 许多公司制多也只是把结果传到董事一级 这个月就这样了 现场的人员则一无所知 所以有的公司的一线人员 根本不知道公司的现状 即使想让现场的员工知道公司的经营状况 把利润表等财务资料原封不动拿到现场 现场员工也会望而生畏 觉得复杂难懂 无法与自己的工作直接挂钩 因此我想 能不能像普通家庭使用的家庭记账本一样 简单地记录各部门的收支情况呢 构思的结果就是单位时间核算表 在开始阶段 阿米巴长只是把实际数字填入表中 不久就添加了月初的预定数字 现在 各个阿米巴都 以月都为单位 把自己阿米巴的活动计划 用具体的预定数字 在单位时间核算表中表示出来 在同实际活动中发生的销售和经费的实际对照 用这种办法管理核算 再进一步 在单位时间核算制度中 事业活动的成果开始用附加价值这一尺度来衡量了 详细内容将在后面阐述 这个附加价值就是从销售额中减去生产产品所用的材料费 机械设备的折旧费等 即减去除劳务费之外的所有经费所得到的数字 那么自己究竟创出了多少附加价值 为了让大家很容易就明白这一点 我提出了单位时间附加价值这一概念 用总附加价值除以总劳动时间 算出每个小时的附加价值 我们把这一指标简称为单位时间 各个阿米巴运用单位时间等指标 设定年度和月度目标 并对实际进行管理 以月度为单位 正确掌握作为自己活动结果的附加价值 可以很快发现问题 并为解决这些问题迅速采取行动 标准成本方式与阿米巴经营的区别 许多制造企业里的制造部门 采用计算标准成本的方法作为管理会计的方式 作为管理工厂的会计手法 这个方法在产品的成本管理 库存评价对制造部门的实际评价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与我们公司关系很密切的大型电器厂家中 有不少企业也采用标准成本计算方式 例如 大型电器厂家从我们这类供应商处构进电子零部件 装配成电视机 财务部门的专职成本核算员就会计算产品所花费的成本 那么他们是怎么对成本进行管理的呢 首先他们会计算出上一年的成本 去年的成本是这么多 今年要削减成本 目标是比去年减一成 于是发出指令 制造部门接到指令后 就设定比去年低一成的成本目标 并努力在这个范围内把产品做出来 那么 作为制造部门来说 只要在目标成本的范围内做出了产品 就算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所以 他们根本就没有要由自己来创出利润这种意识 接着 当产品完成以后 销售部门就以标准成本 从制造部门将产品接受下来 在产品成本之上 加上利润后 决定卖价 销售产品全靠销售人员的才干和责任心 但是 其中就会有不考虑公司整体利益 轻易决定价格的人 他们会说 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所以只能在成本上加一点点利润 否则就没法卖 如果这样的话 再加上销售经费 马上就会陷入亏损 而且 实际决定价格的 并不是负责销售的董事高管 很多场合下 都是普通的销售员 根据在秋叶园等电器市场调查的结果 来定价的 就是说 刚做销售工作 每几天的销售员在决定公司的经营 听闻大型电器厂家的经营现状 我发现这些代表日本的大型制造企业 拥有那么多优秀的员工 但实际上决定价格 左右公司经营的 居然是那么一小部分销售人员 这不仅让我愕然 现在 以标准成本方式为基础 由一小部分销售人员左右企业的经营 由他们决定价格进行利润管理 这样的企业仍然为数不少 然而 拥有几千名 几万名优秀员工 却把最重要的产品定价权 委托给一小部分销售人员 这样的经营体制 不能不认为是浪费了大部分员工的能力 这种看似高度系统化的体制 却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员工们的潜力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而阿米巴经营 以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基础 通过公司内部买卖 将市场价格直接传递到各个阿米巴 各个阿米巴依据这种买卖价格展开生产活动 同时 制造部门阿米巴都是独立的利润中心 要在确定的产品价格之下挤出利润 阿米巴带着责任拼命降低成本 换言之 制造部门阿米巴的使命 并不是按照指定的标准成本制造产品 而是根据市场价格 通过自己的钻研创新来降低成本 尽可能创造出更多的利润 因此 在制造部门员工占员工人数大部分的企业中 只知道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成本的一般企业 与采用阿米巴经营的企业相比 其员工的核算意识有天壤之别 在实行阿米巴经营的制造部门 不是像标准成本方式那样 只追求成本 而是把眼光放在通过自己钻研创新 来创造出产品的附加价值这一点上 其实 这才是制造厂家本来的使命 从这一点来看 阿米巴经营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原来的管理会计思想 它是一种崭新的经营体系 从核算表看出阿米巴的实相 在我当社长的年代 出差时我必定随身带着单位时间核算表 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看 这时候 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其部下的面孔 他们在工厂一角努力工作的样子 都会清晰地呈现出来 加深了我对他们的了解 因为我经常深入现场 所以对正在生产的产品品种 使用的材料 制造工序 设备 生产技术 负责阿米巴工作的领导人 以及现场的氛围都非常熟悉 所以 只要看到单位时间核算表上的数字 阿米巴的活动状况 部门的实态以及面临的问题 就会像影片一样 接连不断地在我头脑中浮现 其中既有 已出色的业绩 向我报喜的部门 也有高声教苦 要求我救助的部门 为什么这个阿米巴要花这么高的电费 为什么拆旅费要花那么多 不用听取任何报告 单位时间核算表会告诉我一切 为了看清阿米巴的真实状态 关键是如何划分单位时间核算表中的经费项目 在一般企业的结算表中 经常会出现杂费一项的金额高于其他经费科目的现象 本来 有多种经费合计 与其他科目相比 金额小的 才较杂费 但如果是不可忽视的较大的金额 就不应该把它们绑在一起统称杂费 后面还将讲到 单位时间核算表中的科目 要比一般结算表的会计科目更详细 所以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经营的时态 公司经营中重要的是在平时就要熟悉现场的情况 与此同时 利用详细的核算表 对各部门的经营状况做客观的分析 以此来指导经营 单位时间核算表视线 厂员工们汗水和努力的结晶 是正确反映阿米巴状况的镜子 凝聚所有阿米巴 所有员工的力量 在阿米巴经营中 不管组织的大小 要求各个阿米巴都要提高附加价值 但是 正如前面所述 我认为 如果过分强调对企业效益的贡献 像其他公司一样 用与业绩直接挂钩的 大幅度金钱刺激的办法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那是非常危险的 经营原本就是一家 以全体员工心心相印为基础开展经营的企业 而且 企业里形成了一种共识 就是个人的能力 才干是上仓赋予的 目的是用来 为人类 为社会服务 所以 业绩优秀的阿米巴 不会骄傲自大 不会在企业里止高气扬 也不会得到高额的奖金 作为补偿 取得出色业绩的阿米巴 会得到伙伴们的赞赏和感谢这类精神上的荣誉 还有 对阿米巴进行评价时 重点并不放在街道的订单 生产总值 单位时间等绝对的数字上 而是要看各个阿米巴 是如何通过钻研创新来提高这些数字的 因为对于公司来说 理想的状态并不是要求各阿米巴在工 私内部展开竞争 而是希望各阿米巴在谋求与相关部门协调一致的同时 自发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换句话说 各阿米巴的行动 并不是出于只要自己好就行的利己的动机 为了公司整体的发展 必须凝聚所有阿米巴和全体员工的力量 二、单位时间核算表催生创意 阿米巴中的核算管理 在这里 首先以经词实际运用的单位时间核算表为例 对各个阿米巴是如何进行核算管理的这一问题 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零部件事业 制造部门的单位时间核算表 制造部门单位时间核算表 续表续表续表米巴通过上述方法计算出单位时间 正确认识自身的单位在表中 对公司外部出货的金额公司对外出货 D是4亿日元 对公司内部其他阿米巴出货的金额公司内部销售 C是2.5亿日元 二者合计 算出总出货 A是6.5亿日元 这个总出货减去从公司内其他阿米巴购入的材料金额公司内部采购 D2.2亿日元 得出4.3亿日元 就是表示制造阿米巴收入的生产总值E 结算销售额 G是阿米巴的转头 它是从生产总值E4.3亿日元减去除阿米巴劳务费之外的所有经费的核计数扣除额 F2.4亿日元而得出的 所以 这二者之差的1.9亿日元 就是该阿米巴的结算销售额 也就是附加价值 再用该附加价值除以总时间 H35000小时 就是当月单位时间 I5428.5日元 订单生产的销售部门的单位时间核算表 销售部门单位时间核算表须表须表月的接单A是3.6亿日元 销售总额B是3.5亿日元 作为营销部门收入的总收益C是订单生产的销售用金和库存销售的毛利两者的合计 由于此例是订单生产 所以没有库存销售 后面会详细说明 订单生产中销售阿米巴的收入是销售用金 它由销售额乘以用金率得出 在这个例子中用金率是8% 获取用金及销售用金就是2800万日元 与总收益C同额 从这个总收益C中减去除劳务费之外的经费 如广告宣传费 销售手续费 拆旅费等销售活动所需要的经费的合计经费合计 第1200万日元 就得出结 算收益亿1600万日元 再将它除以总时间 F2000小时 就可算出当月单位时间 G8000日元 通过这种方法算出单位时间 各个阿米巴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每小时做出的附加价值 并把这种认识反映到经营活动中去 那么 这种单位时间 核算制度究竟具备哪些特点呢 我想对它的主要特点 做出说明 销售部门 制造部门都是利润中心 在阿米巴经营中 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分别独立核算 都是利润中心 所以这个体制会促使全体员工都为提升附加价值 提高核算效益做出努力 刚才已经谈到 制造部门的核算是把生产总值计为收入 然后减去除劳务费之外的所有扣除额 算出结算销售额 销售部门则把作为收入的总收益 减去除劳务费之外的所有经费 算出结算收益 这样算出来的 结算销售额 销售部门是结算收益 除以总时间 就算出了单位时间 这样销售部门 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都是利润中心 他们就可以掌握自己部门的附加价值 并为提高这一数值而付出努力 从收入中减去除劳务费之外的扣除额或经费 算出附加价值 之所以不把劳务费算在扣除额或经费之内 是因为劳务费是各阿米巴自己无法控制的 劳务费的金额是根据公司的招聘方针 人事 总务的相关方针事先决定的 所以阿米巴常要控制劳务费很困难 因此 管理的着眼点不是放在阿米巴常无法控制的劳务费上 而是放在提升生产效率的时间上 用附加价值 即结算销售额除以总劳动时间 就可以算出每小时产生的附加价值 即单位时间 通过员工们的努力 获得的单位时间达到多少才算理想呢 每个公司设定一定的基准 就可以了 例如用即时工或临时工为主的公司 如果单位时间是3000日元 那么支付每小时1000日元的工资之后 公司还可以留下2000日元的利润 假设员工的劳务费是每小时3000日元的公司 那么 只要设定一个较高的单位时间 比如600日元以上就行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 单位时间就是各阿米巴要达到一定水准以上的数字而设定的指标 用金额表示目标和成果 单位时间核算表的另一个特点是 一切活动的目标和成果都不是用数量 而是用金额表示 公司内部所有的票据除了写上物品数量之外 还要计入金额 所以就是在公司内部也不是只说买了几个做了几个 而只要用金额来交易 是什么价格购买的生产值是多少等等 金钱是每个人每天都在使用的 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觉得到的东西 因此 为了让在现场工作的员工也能理解自己的工作正在发生金钱的流动 公司规定在所有的票据上都要注明金额 在金茨刚创业的时期 很少有公司实行月度结算 因为都是每半年或一年才结算一次 所以不清楚每个月的核算情况乃是理所当然 当时像金茨这种规模的企业 做月度结算本身就是新鲜事 而且在月末截止后 一周之内就要做出月度利润表 让人惊奇 另外 结算和会计处理不是委托外部的会计师事务所 而是由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部门来做核算表 现场人员掌握每天的业绩数字 不断进行改善 我自己也经常使用这张核算表 对收支核算进行研 格检查 例如 在工厂现场巡视时 见到有原料和零件掉在地上 就会警告说 你知道这材料值多少钱吗 因为是公司的东西 你觉得无所谓吧 如果是你自己用钱买的 掉落一个你也会心疼吧 不用这种负责的态度 能做好工作吗 真心想把工作做好 就不能抱被委托 被雇佣 被使唤的态度 看见原料落在地上 员工要感到心痛难受 我到现场巡回时 经常会这样告诫员工们 在阿米巴经营中 无论多么细小的浪费 也不能放过 要把它看作自己的东西 单位时间核算表中 记载的金额精确到一日元 以此来支撑细致的收支 核算管理 即使掌握各部门收支情况 经营企业不是看了 月末做的单位时间核算表 来开展的 月度核算表上的数字 是每天发生的细小数字的积累 每天都要在收支上做努力 不可懈怠 因此 单位时间核算表上 重要的经营信息 订单 生产 销售 经费 时间等 不是等到月末 才将一个月的数字统计出来 而是每天都要统计 由经营管理部门统计后 将结果迅速反馈给现场 后面我还将详述 各阿米巴在月初就要制定单位时间 核算表中所有管理项目的预定数字 只有正确地填入每天的实际数字 才能掌握预定数字的进度情况 因此 对照预定 如果订单 销售 生产的实际落后了 就可以设法采取对策来达成预定 另外 对于经费预定 如果实际使用超支了 就要严格控制费用支出 逊即做出应对 每个阿米巴小单位 以每一天为单位管理收支核算 有利于快速做出经营判断 像这样每天的核算管理 可以保证预定的达成 可以帮助迅速做出经营判断 强化时间意识 提高工作效率 在阿米巴经营中 因为每个阿米巴都在为提高单位时间而努力 所以 时刻都会意识到总时间 并不断通过钻研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 例如 某部门每小时的劳务费平均要花三六百日元 那么每分钟六十日元 再细一点 就是要发生一秒一日元的劳务费用 因此 我们既然在这里工作 至少必须做出超过劳务费用的附加价值 让现场的每位成员都切实理解这样的事实 他们就会提升时间意识 时时刻刻都抱着紧张感投入工作 当然 虽说要减少总时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削减就业规则所确定的正常工作时间 员工即使不加班 规定时间八小时还得受到约束 订单减少 即使一天只有五小时的工作量 剩下的三小时仍然要记录 所以如何更有效的使用时间 是部门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 假如某个阿米巴的工作量不足 而旁边的阿米巴人手不足 就可以派多余的人员去支援 调拨这部分时间 提供支援的部门总时间减少 接受支援的部门总时间增加 在整体上就有效地利用了时间 经此把这种调拨时间精确到0.5小时 严格计算 通过正确把握各个部门花费的时间 尽可能缩短总时间 提高单位时间附加价值 现代企业经营最重视速度 如何提高时间效率成了竞争取胜的关键 阿米巴经营中的单位时间核算制度 在现场指标中加进了时间这个概念 使每一位员工都自觉意识到时间的重要性 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这样做不仅提升了本部门的核算效益 而且提高了整个公司的工作效率 强化了市场竞争力 用单位时间核算表来统一管理 各阿米巴及其成员 可以把单位时间核算表作为掌控自己的年度计划 把握预定和实际的管理资料来使用 不仅如此 各阿米巴数字的累积 就自然成为科、部、事业部等上层组织的数字 最终成为整个公司的数字 所以 汇总各阿米巴的单位时间核算 就可以把握整个公司的业绩 而且 不限于实际数字 年度计划 月度预定等 也都可以通过汇总各阿米巴的核算表 最终算出整个公司的计划数字 为了让整个公司共同拥有统一的单位时间核算指标 并以相同的基准和规则运行 全公司就必须统一单位时间核算表的格式 因为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计算收入的方法不同 所以使用不同的表格 但各部门内部都使用相同的格式 这么做 公司内部不管多小的阿米巴 哪有问题都一目了然 经营高层就能正确地把握经营之舵 而且 通过陈惠等场合报告各阿米巴 及全公司的业绩 全体员工就能正确了解 各个部门和全公司的经营状况 这样就可以提高员工参与经营的意识 使整个公司的经营如玻璃般透明 三 实践经词会计原则 在阿米巴经营中 准确掌握各阿米巴发生的销售 生产 经费 时间等实际数字 非常重要 为此 必须建立公司内部的相关规则 并贯彻执行 以便日常的会计处理 能做到正确而且迅速 经词会计学就是制定这类规则的基础 经词会计学的根本就是在会计问题上 也要追究本质 要回归到经营的原理原则上 对会计问题做出判断 换言之 不能为会计常识所局限 而是要追溯到事物的本质 以作为人 和为正确为基准进行判断 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桌座道圣和夫的实学 在这里 我仅围绕阿米巴经营实际运行中特别重要的思维方式 做简洁的阐述 对应的原则 伴随着事业活动 企业内的物品和金钱时刻处在流动状态 在单位时间核算制度中 必须正确把握这种物品和金钱的流动 为此 只要物品和金钱流动 表示这种流动结果的票据 就要一一对应地付上 必须做确实的处理 这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要彻底贯彻却绝非一事 例如 在一般企业的日常销售活动中 商品已经先行交付到客户手里 而票据以后再开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票据稍后再开 经办人说得很轻松 但工作一忙 无意中就忘记了 结果招致货款无法回收 有这样的势力 像这样物品 金钱与票据分开处理 分开流动 那么就无法把握什么商品 现在在何处这种时态 就会给事业活动带来障碍 另外 如果允许做这样的处理 继续发展下去 就会变成容忍票据作假 账外交易等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 如果习以为常 所有的管理都会流于形式 整个组织的道德也将崩坏 所谓一一对应原则 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现象的发生 对物品和金钱的流动 用一一对应的办法来把握 也就意味着玻璃般透明的管理 物品流动必须开票 对物品进行确认的票据 与物品同时流动 无论谁看 物品和票据都是一对一的对应着 单单票据随便流动 或单单物品随便流动 这种现象根本不允许发生 还有 在单位时间核算表中 必须正确地反映一个月的经营实际 为此 如果某一产品已经生产 它的销售额已经进入当月 那么 与之相对应的材料费和经费 也应该记在当月 因为如果收益和费用 没有一对一地正确对应 那么月度利润就会出现大幅波动 经营的时态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因此 严格遵守一一对应原则 不但是获取正确的经营数字的必要条件 还可以防止差错 防不法行为余未然 多重确认的原则 在所有业务活动中贯彻多重确认的原则 不仅可以提高业务本身的可靠性 而且可以保持公司组织的健康健全 因此是一条必须时刻严格遵守的原则 这项原则来自于我的哲学根基 及以心为本的经营的经营哲学 人有时难免会鬼迷心窍 犯走火入魔的错误 例如 眼看这个月的时迹 怎么也上不去 于是不由自主地篡改数字 人心有这样的弱点 为了保护员工 让他们免犯这样的错误 就需要至少两个人对数字进行确认 建立防止不法行为 防止工作差错的管理体制 在采用分部门独立核算的阿米巴经营中 因为各部门有改善自己部门核算的强烈意识 所以要有效贯彻这一多重确认的原则 保证组织体制 制定相关制度 就显得非常重要 具体来说 从材料物资的接受 产品的进出或到货款的回收 在所有业务流程中的每个环节 都要有多人员或部门进行多次确认 以此来推进工作 一般的生产厂家 在制造部门内部设定采购职能 这种情况很常见 因为将采购归入制造部门 可以详细指定要购买资财的规格和质量 但是 由制造部门来选择供应商并进行价格谈判 就可能发生与供应商勾结之类的问题 为此 经词设置了专门的资财部门 让它从制造部门独立出来 这样做 制造部门和资财部门可以互相间 多 为什么只同那一家特定的供应商交易 这边的交易方不是更便宜吗 以此来防止与交易对象的勾结 就是说 在物品购入的环节上 由至少两个部门互相确认 让有组织的多次确认发挥作用 其他方面 包括现金的出入 公司印章的使用 保险箱的管理 应收款应付款的管理 支付凭证的开具等 都必须有多人员或部门进行多次确认 在公司内建立这样的系统 经营者就可以掌握正确的经营数据 完美主义的原则 现在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已经非常严格 不良品为零乃是理所当然 因此 在销售 制造 研发等所有环节中 各项工作都要求完美 如同字面所说的完美无缺 这一点 也完全适用于完成经营目标 在经词 有关接单 销售 生产及单位时间等经营指标 虽然没有达到100% 但是已经完成了99% 所以请给予好评 这样的态度 经词绝不认同 对于设定的生产 销售等目标 经词要求不折不扣的完美实现 负责经营管理等业务的管理部门也一样 单位时间 核算表和财务的结算报表等 都是经营判断的基础资料 其中的数字稍有差错 就可能导致经营判断失误 所以对经营数字也要求做到完美无缺 要彻底实现完美主义极其困难 但即使如此 只要具备追求完美的坚强意志 就能够避免差错达成目标 金肉坚实的原则 阿米巴经营要求排除任何不必要的经费开支 为此公司必须筋肉坚实 所谓筋肉坚实就是没有任何坠肉 浑身肌肉发达 也就是说 在企业里不产生利润的库存和设备等资产一概没有 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防止产生不良资产 必须对长期滞留的库存进行严格管理 不允许将卖不掉的商品长期记在资产中 不允许由此算出虚假的利润 而是要按照企业实态 尽早处理滞销商品 让资产保持健康状态 还有 由设备投资产生的折旧费 以及人工费等固定费用 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膨胀起来 要注意防止这种情况 在投资设备的时候 无论新设备的性能多么优良 也不可轻易购买 首先要考虑如何用好 用充分现有设备 在公司内要彻底贯彻这个思想 引进最先进的设备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从费用和效益的对比来看 未必划算 未必真能够提高经营效率 如果重复过度的投资设备 反而会弱化经营体制 一旦发生了固定费用 往往很难削减 所以 对增加固定费用的设备投资和增加人员 务必谨慎在谨慎 还有 在阿米巴经营中 对原材料等物品的采购 规定了急用急买的原则 这就是必要的东西 在必要的时候 买进必要的数量 只及时购买当时要用的量 这意味着 要爱惜使用现有的东西 杜绝浪费 同时 因为没有多余的库存 也就不需要管理库存的经费 场地和时间 从结果来看是经济 合理的 而且 因为市场变化剧烈 如果有库存 一旦商品规格变动 库存的资财变得不能使用 这是风险 但如果急用急买 就能够避免这种风险 提升效益的原则 企业必须永续发展 为了追求员工物质 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提升核算效益 增加现金量 强化财务体制是前提 提高核算效益 可以增加公司内部留存 增加自有资本比例 同时 还能对未来的新事业进行投资 另外 提升核算效益 提升业绩 还能拉升股价 实现高分红 以回报股东 所以 提升核算效益 是促使公司繁荣的必要条件 为此 而实践的经营的原理原则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彻底实行销售最大化 经费最小化这一条就行了 在阿米巴经营中 为了整个公司都能实践这条原则 我们采用了前面所述的 单位时间核算制度 在单位时间核算制度中 要提高阿米巴创造的附加价值 也就是结算销售额 只要把销售做到最大 把经费缩到最小 就可以了 另外 从结算销售额 除以总时间得到的单位时间 这一项上 阿米巴的核算效益 提升了多少 就能一目了然 为了提升核算效益 阿米巴的领导人 必须具备强烈的意志和使命感 为了企业的发展 为了大家的幸福 无论如何都要提升自己部门的收支效益 在此之上 重要的是 要与阿米巴全体成员共享这种愿望 领导人和现场的员工们 在每天的工作中团结一致 为提升核算效益而努力 就能提高整个公司的核算效益 现金本位的经营原则 所谓现金本位的经营原则 就是把焦点集中在现金的流动上 从而使经营单纯化 生产厂家制造产品 卖给客户 收取货款 在这过程中 花费的各种各样的费用 要从货款中支付 而所谓利润 本来是指支付了所有这些费用之后 剩下的钱款 然而 在近代会计制度中 因为依据所谓 发生主义的思维方式 进行会计处理 所以 接受或支付钱款的十点 同在会计上列入收益和费用的十点 会出现差异 即实际的资金流动 与结算表上损益的变动 无法直接挂钩 这样 经营者就很难把握经营的时态 因此 应该回归会计的原点 着眼于经营中最重要的现金 以现金为基础 做出正确的经营判断 为此 在单位时间核算表中 资财的采购按照 急用急买的原则 在购入的时点 即将所有费用入账 当月的事业活动 所产生的资金流动 全部如实地反映到核算表上 这样 会计处理同时计现金的流动 就比较接近 公司内部会计处理和单位时间 核算的规则就要依据这个现金本位的经营原则 尽可能消除介于使产品利润和手头现金之间产生差异的因素 玻璃般透明的经营原则 会计本来就应该如实无误地向公司内外公布公司的真实情况 因此要把经过财务处理后的经营数字透明化 要让干部和普通员工都能读懂 这是很重要的 掌握经营的时态 员工就能产生经营者意识 同时 因为干部的行动员工 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干部就必须严格自律 光明磊落 另外 上市企业的重要课题是要取得一般投资人的信任 所以必须正确披露公司的会计资料 阿米巴经营的目标是全员参与经营 不仅经营者要掌握公司的现状 全体员工也要能看清公司的经营状况 为此 就要力求经营的透明化 经词在每月月初的晨会上 会公布各阿米巴和各部门的经营实际 而且会通过发表经营方针和召开国际经营会议 说明经词集团整体的状况和应该前进的方向 以及相关课题 用这些做法来提高公司的道德水准 促进全员参与经营 把全体员工的力量凝聚起来 四 实际管理的要点 在单位时间核算制度的运作中 为了如实反映各阿米巴的经营状况 如何正确 迅速地获取实际数字是一个要点 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实际 那么单位时间核算表 就无法反映各阿米巴的时态 现场工作的员工们就不会意识到 这是自己做出的实际 因此 需要获取实际数字的统一机制和管理方法 在详细论述之前 首先就实际管理的三个基本要点主意加以说明 一 基于部门职能的活动结果 要在核算表里正确反映出来 二 公平公正 简单通俗 三 用实际和余额来掌握业务流程 基于部门职能的活动结果 要在核算表里正确反映出来 各部门依据各自的职能开展活动所取得的结果 也就是收入经费时间 将作为该部门的实际列入进来 这是单位时间核算表的前提 核算表正确地反映了经营的时态 就能催生阿米巴掌及其成员对数字的责任感 激发他们对工作的热情 假定从与自己的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总公司摊派 来一笔很大的费用 那么不仅无法把握该阿米巴的正确的经营状况 而且会使组织的成员们失去干净 例如 一个规模很小但正在拼命提升业绩的阿米巴 突然要负担从总公司划来一笔很大的费用 这个阿米巴就会抱怨 尽管自己拼命削减经费 但总公司用钱大手大脚 还强迫我们承担那么大的费用 一线的员工们就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 因此所有的实际数字是由阿米巴的什么活动产生的 发生了多少 该不该发生 都必须设定明确的规则和机制 公平公正 简单通俗 单位时间核算制度的运用规则 如果不公平 只对某些部门有利 那么作为公司规则 员工就无法接受 规则如果不是对所有部门都公平公正 就不可能顺利贯彻 比如 对于各阿米巴生产出来的产品 在什么时点 在什么状态下 才能作为生产时机列入统计 必须设定这类基准和规则 只有具备专业知识 才能理解的复杂困难的东西 也难以作为公司规则 在企业里扎根 所以 依据原理原则 制定含义明确 通俗易懂的规则就很重要 如果是通俗易懂的规则 全体员工就容易理解 进而就能够参与经营 如果在现场彻底贯彻这些规则 就能提高经营的数字的精度 用实际和余额来掌握业务流程 在构建实际管理的机制时 不是单纯地掌握已经发生的数字就够了 而是要顺着业务流程 不断用实际和余额的形式进行管理 这一点也很重要 与订单 生产 销售等实际相对应 必有余额发生 所以要实时以一对一的关系 对实际和余额进行管理 从客户处获得订单 首先应该统计为订单实际 在根据订单完成产品 列入生产实际之前的阶段 要作为制造余额进行管理 接着 销售部门将产品出货 列入销售实际之前的阶段 要作为销售订单余额加以管理 另外 从列入生产实际的10点开始 到列入销售实际期间 称为库存 从列入销售实际到货款回收之间的阶段 称为应收款余额 都要分别予以管理 明了在订单生产方式下 这种实际管理 余额管理的流程 各阿米巴的单位时间 和算表只反映实际数字 但公司要把实际和余额合成一体 作为公司的经营数字进行管理 各阿米巴也要经常注意余额 特别是销售订单余额 它是编制以后的销售计划和生产计划的前提 是重要的经营指标 只要实时把握实际和余额的关联 在所有的时间点上将它们一一对应 那么公司的经营数字就不会发生矛盾 例如在订单生产方式中 从接单到生产产品 出货 回收货款这一流程中 针对一笔订单 就要掌握订单金额 生产金额 销售金额 入账金额 这一系列的实际数字 与此同时 还要掌握对应的销售订单余额 库存销售余额 等一系列余额数字 像这样一对一的把握业务的流程 就可以准确无误的把握经营的实际状况 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现在企业所处的状态 这就为正确的经营判断打下了基础 5.收入的计算方法 计算阿米巴收入的三种形式 与市场价格联动的阿米巴的收入有三种计算方法 在前一节单位时间核算制度的实际管理要点中已讲到了 下面以经营为例 说明在核算收支时所必须的收入、经费、时间 三个要素的实际是如何计算的 如前所述 经营在创业期是按照客户指定的规格制造产品的 即以订单生产为中心开展事业 这种形态的好处是库存风险小 但反过来 根据不同客户的不同要求 产品的规格、交货日期、价格都不一样 是多品种生产 在变化剧烈的市场中 为了对多品种生产的产品进行切实有效的核算管理 我们构建了将反映市场价格动向的订单金额 直接传达到制造部门的机制 称为订单生产方式 后来 经营又开展了照相机、打印机等事业 这就不是过去那种订单生产 而是保有库存 像一般消费市场销售商品 这种形态是销售部门要对商品销售进行市场预测 同时对库存、对销售负责 为了及时向市场提供商品 制造部门不是从客户那里获取订单进行生产 而是接受销售部门发出的公司内部订单进行生产 这样 与前面讲的订单生产方式相对应 我们将持有库存 销售最终成品的形态称为库存销售方式 按照不同的业务形态 我们构筑了正确计算阿米巴收入的机制 另外 公司内部各阿米巴之间要进行交易 包括这种公司内部买卖的计算收入的机制在内 阿米巴经营有三种计算收入的机制 下面分别对这三种机制做具体说明 一、订单生产方式 从创业一开始 我就认为是客户决定价格 也就是以市场价格为前提来经营企业 因此 我不是拔隔 重成本相加然后决定产品的卖价 而是认为先有市场价格 在这一价格条件之下 为了获取足够的利润而彻底降低成本 也就是说 不采取成本加利润等于售价这种思维方式 而是认为售价、成本等于利润 为此 在经营过程中彻底追求销售最大化 经费最小化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 产品的售价由市场决定 企业以这种市场价格为基准 竭尽智慧和努力 压缩成本 做出利润 然而 虽说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但市场本身在不断变化 市场价格也随之起伏波动 根本无法保证这个月客户 照样以一个月前的售价买进产品 为了应对市场价格的急剧变化 销售部门乃至整个公司 都要准确把握市场动向 迅及对应 企业需要这样的体制 为此 让市场信息直接反映到 企业内各部门的核算管理的机制 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在进行制造业的利润管理的时候 大多数企业都把销售部门当作利润中心 把制造部门当作成本中心 利润由销售部门管理 因此 作为成本中心的制造部门 往往把意识和精力集中于目标成本 换句话说 销售部门卖什么价格 对制造部门没有直接的影响 企业只是按计划要求制造部门削减成本 这样的话 企业就无法 及时应对市场的变化 我的观点是 实际从事产品生产的制造部门才是利润的源泉 制造部门应该直接获取市场信息 并迅速将这种信息反映到生产活动中去 因此 市场价格的变动要与公司内制造部门的阿米巴的收入直接挂钩 就是把对客户的销售金额直接作为制造部门的收入也就等于制造部门的生产金额 而销售部门作为制造部门与客户之间的中介 从制造部门按照销售额收取一定比例的用金手续费 以此作为销售部门的收入 在制造部门 从卖给客户的销售金额 即生产金额中 扣除制造活动的费用 销售用金和制造成本 所得金额称为结算销售额 而销售部门从一个月中获得的销售用金减去销售活动所需要的经费 所得的金额称为结算收益 卖给客户的销售金额等于制造部门的生产金额 采用这种方法 制造部门就能随时掌握市场价格 当然 这样做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制造部门 也可以计算自己部门的收入和利润 在一般的企业里 制造部门只是在目标成本的范围内生产产品 他们认为利润是销售部门创造的 但金词却不同 在金词 销售部门只是从制造部门获取一定比例的用金 从中减去销售活动所需的经费 然后得到若干的利润 这么做 就让大家彻底地认识到利润的源泉在于制造部门 就是说 依据市场动向 制造部门可以通过扩大总生产 彻底压缩经费 来创造出更多的利润 订单生产方式的收入 制造成本 除阿米巴业务所需劳务费之外的所有费用 售部门的收入是用金 那么 为什么要采取销售部门的收入从制造部门获得用金这一方式呢 我说明一下这种做法的背景 在公司内部实行份部门核算制度时 需要考虑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之间如何决定买卖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 销售尽头十足的销售部门为了提高自己部门的利润 会尽量压低从制造部门的进价 相反 制造部门却要尽可能抬高给销售部门的产品卖价 其结果就会造成两者在定价问题上严重对立 因而忽视企业整体的利益 阿米巴独立核算贯彻得越是彻底 销售部门与制造部门之间的关系就会越发紧张 因此 在订单生产的形态下 我从一开始就设定了规则 就是销售部门从制造部门获取生产金额10%的佣金 用这一方法消除了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在定价问题上的争执 当然 我曾经担心只拿10%的手续费可能影响销售部门的士气 但是只要增加销售金额 手续费的绝对值也随之增加 因此照样能鼓起销售部门的干劲 采用这种方法 销售部门果然为了提升利润而不遗余力 设定销售用金率的依据是业务形态和产品的种类 但一旦设定以后 原则上不做更改 假如用金率因订单不同而轻易改变的话 不仅处理起来很困难 而且会因为标准不统一 引发不公平感 如果公司内部产生了不公平感 那么有关部门就会把自己业绩不佳的原因归咎于用金率不适道 设定了的用金率 归根到底是公司内部的规则 大家应该在这个规则的范围内 追求各自的利润 传递市场变动的数字的流向下面 我就用实际的数字来说明订单生产方式的流程 例如成本为60日元的产品以单价100日元销售1万个 那么销售金额是100万日元 制造部门的生产金额就是100万日元 销售部门的销售用金10%就是10万日元 这是销售部门的收入 而制造部门要从生产金额100万日元中减去60万日元的生产成本 还要减去付给销售部门的10万日元的用金 即100万60万加10万等于30万 这剩下的30万日元就是制造部门的结算销售额 但因为市场竞争激烈 假定这个产品的卖价跌至一个90日元 那么制造部门的生产金额立即跌到90万日元 销售用金变为9万日元 如果60日元的生产成本不变 那么制造部门的结算销售额就是21万日元 一下子就减少了9万日元的收益 就是说在售价变化的 瞬间制造部门立刻就会明白这种变化 对自己的收支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制造部门马上就会采取对策 降低成本 力争保持原有的利润 另一方面 在采用标准成本计算的大多数企业里 销售部门把制造成本作为买断价格 从制造部门购进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销售部门能够掌握收支情况 能够对市场价格的下跌敏感地做出反应 而制造部门因为在核算方面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 所以只要与销售之间的买断价格不变 它就不会对市场的变动做出反应 只靠销售部门削减销售经费 根本不可能应对售价下跌带来的损失 制造部门反应迟缓必然招致公司收支核算的恶化 在经营上追求速度的今天 应对市场变化敏感程度的差异 直接体现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 因此 让制造部门具备市场意识 提高制造部门的核算意识 就会不断强化制造部门的体制 因为售价的变化会给制造部门的核算带来重大影响 所以制造部门不仅会努力削减自己的成本 而且究竟应该如何同客户交涉价格 今后订单情况会如何变化 制造部门会与销售部门一起思考和行动 这样就能实现产销一体化 二 库存销售方式以往的订单生产方式 是在接到订单以后生产 然后直接向客户交货 因此几乎不需要开设销售门店 也不需要批发等流通网络 但是 由于精词推进多元化经营 业务拓展到许多领域 比如照相机 打印机 再结金宝石等 这些产品就需要利用流通网络来开展事业 扩大市场 促进销售 为此就需要保有库存 这就是库存销售方式 阿米巴经营的库存销售方式 是由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 通过协商决定商品的希望 零售价格 并通过设定在各流通环节上的价格模式 决定精词的销售价格 决定销售部门与制造部门之间的公司内部 买卖价格 在库存销售方式中 实际的销售金额 减去制造报价 就是毛利 是销售部门的收入 库存销售方式的收入 制造成本 除阿米巴业务所需劳务费之外的所有费用 采用成本加利润的定价方式一般的生产厂商 其销售部门与制造部门之间采用成本价买断的形式 制造部门以过去的制造成本为基础预先设定一个标准成本 以此为中心开展生产活动 因此制造部门的头脑里只有管理成本的意识 而没有核算收支的意识 同时 因为市场的变动不直接传递到制造部门 所以 针对市场价格的意外变动 要灵活应对 改变原有的目标成本就非常困难 与此不同 阿米巴经营的库存销售方式 不是把制 造所花的各种成本累加后决定一个成本买断价格 而是依据市场价格 把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协商决定的公司内部买卖价格 作为制造部门的出货价 为此 销售部门要依据市场动向及销售预测向制造部门订货 销售部门与制造部门之间是发放订单和接受订单的关系 这时销售部门要在对市场变化做出客观判断的基础上 向制造部门发出生产指示 制造部门则根据这个指示组织生产 另外 因为制造部门把根据制造出货价计算出来的公司内部销售额作为收入 制造部门就理所当然能够进行收支的核算管理 其结果 制造部门作为利润中心就可以凝聚全体成员的力量 提升自己部门的效益 在阿米巴经营的库存销售方式中 如果市场价格下跌 制造部门给销售部门的出货价格当然也要下调 这时候 制造部门的阿米巴为了防止核算效益恶化 就会积极主动削减成本 想方设法增收节支 与订单生产方式一样 采用库存销售方式时 市场价格的下跌也会直接传递到公司内部 反映在各个阿米巴的收支核算上 所以各阿米巴能够直接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迅速采取措施 为维持并提升各自的效益而奋斗 库存管理责任在销售库存销售的关键是 如何把库存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 以确保公司资产的健全 一般而言 只要生产商品 制造部门就能增加自己的生产时计 所以 如果只考虑短期的核算收益 就会产生一种危险 即制造部门忽视市场的变动 以为埋头增加生产 等到发掘时 卖不动的库存商品已经堆积如山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 在阿米巴经营中 由销售部门发出订单 制造部门按订单生产 完成后 交付给销售部门的产品 由销售部门负责库存 为了尽到这份责任 销售部门必须把库存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 为此 销售部门要准确地分析市场动向 尽可能做出正确的销售预测和价格预测 以合理的价格和合适的数量 向制造部门发出订单 一旦销售预测和价格预测发生差错 库存产品成为废物或者必须削价处理 那么由此产生的损失 即处理责任由销售部门承担 还有 在单位时间核算制度中 针对库存金额设定了公司内部利息 这个利息高于一般的银行利息 作为销售部门的经费予以征收 这种管理办法是为了进一步明确 销售部门对于库存的责任和负担 销售部门负责管 理库存 就可以把库存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 并同时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 销售经费最小化订单生产方式中的销售 因为是向客户直销 所以销售成本较低 销售用金率也设定在低位 用销售用金消化掉销售经费 还可剩下若干利润 但是 库存销售方式需要通过销售门店等流通渠道出售商品 所以库存风险很高 还需要宣传广告费用 需要向零销商和批发商支付促销费用等 所以与订单生产方式中的销售相比 不得不支付高额的销售经费 在一般的公司里 毛利高的部门即使多花一点钱 与其他部门相比 仍有足够的利润 所以在接待 交际等方面大手大脚 浪费严重 结果降低了整个公司的效益 这种情形实有耳闻 在阿米巴经营中 无论是库存销售方式 还是订单生产方式 将销售经费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 这是经营的原理原则 特别是在库存销售方式中 相比订单生产方式 销售部门不得不增加销售经费 所以毛利率设定的比较高 在不知不觉之中 销售费用就可能膨胀起来 为了预防这种情况 必须时刻注意杜绝一切浪费 努力把经费使用 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三、公司内买卖产品 在完成、出货之前 相关物品在公司内部 要留经多道工序 在阿米巴经营中 同公司外部的市场交易一样 各道工序之间 也要进行公司内部交易 这种工序间物品与金钱流动的架构 就是所谓的公司内买卖 一般在采用事业部制度的企业里 事业部之间的买卖会按照市场价格 但在制造工序之间 很多都是按照成本或工时来交接物品 就是到前道工序为止的成本 再加上本道工序发生的成本 用累加的方式计算 但是在阿米巴经营中 各道工序之间的交易 不采用这种只计算成本的方式 尽管是公司内部的交易 但阿米巴毕竟要作为企业实体独立经营 要在交易过程中获取利润 因此 同外部企业交易一样 在个阿米巴之间 在把材料和半成品作为产品交接时 也要采用买卖的形式 要计算公司内部销售 和公司内部采购这样的实际数据 当然 这时候的买卖金额 要由各阿米巴 根据各自的经营状况 经互相交涉来决定 但这里的要点是 虽然只是公司内部买卖 却不可设定一个 让各阿米巴平摊利润的方法 归根到底 要依据市场价格 来决定各阿米巴之间的买卖价格 同时 评价各阿米巴 也要从市场的视角出发 看其在价格 质量 交货日期等方面 能否满足客户的要求 因为这么做 就将市场原理 渗透到了制造工序之中 各阿米巴 阿米巴不得不拼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同时必须在质量方面 对厚道工序提供必须的保证 阿米巴之间的公司内部 购销阿米巴之间的购销定如是 有A、B、C三道工序 负负责最终出货的工序C 从销售部门接到了100万日元的订单 工序C向前到工序B订购70万日元的原料或半成品 同样 工序B再向工序A订购30万日元的原料或半成品 工序A向工序B交付所订购的材料或半成品 获得30万日元的公司内部销售 工序A的生产总值就是30万日元 同样 工序B从工序C获得70万日元的公司内部销售 再减去支付给工序A的30万日元的公司内部采购 其差额40万日元就是工序B的生产总值 同时 工序C从对外出货所得100万日元中 减去工序8的70万日元的公司内部采购 其差额30万日元就是工序C的生产总值 就是这样 各阿米巴之间在物品流动时不是以成本为基准 而是以包含了各自附加价值的公司内部买卖价格进行交易 按照这样的流程 各阿米巴独立核算 独立经营 给销售部门的用金 由各阿米巴公庭分担各工序 在进行公司内部买卖的时候 不仅产生收入 而且要对发出订单的下到工序支付公司内部用金 因为作为最终工序的制造部门向销售部门支付的用金 需要各制造工序公平负担 实际上 工序A对于下到工序8 在计算公司内部销售的时候 针对30万日元的生产总值 要按照销售用金率10%支付用金3万日元 同样 工序B在接受工序A3万日元用金的同时 要支付给下到工序C7万日元的用金 工序C则在接受工序B7万日元用金的同时 要支付10万日元的销售用金 按照这种制度 各阿米巴获取收入及生产金额公司内部销售 公司内部采购时 需要支付的销售用金也要按照公序的规则 由各阿米巴负担 销售用金的负担金额率 单品核算各阿米巴之间 不是按照成本买卖 而是用制造成本加上自己部门的附加价值 用这个金额进行买卖 这时候各阿米巴之间如何定价 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定价方面 公司内部并不存在作为基准的计算公式之类的规则规定 同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交易一样 价格由各阿米巴常谈判决定 在第二章里已阐述过 各阿米巴常参照市场价格 用各阿米巴彼此能够接受的价格进行买卖 这时候 要考虑每个品种及每个单品的收支核算 定价工作要细致严密 针对客户的每一笔订单 公司内部都会设定一一对应的内部买卖价格 不可以随意决定价格 比如因为这个产品价格高了 那个产品就便宜一点吧 这种搭配销售方式行不通 因为对于每一种产品不断变动的卖价和成本 如果不能一一对应做出处理 那么整个制造部门就无法做好客户订单的收支核算管理 这样 各阿米巴就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处境 包括市场的价格 自己的生产效率 成品率等 对每一个单品进行收支测算 并由此来决定价格 在这过程中 就能培养各阿米巴掌作为经营者的商业才干 但是 在各阿米巴掌之间 仍然可能发生利害对立 出现纠纷 这时候 上面的领导 也就是同管这两个阿米巴的负责人 必须做出公平 正确的判断 如果只听一面之词 处理不公平 就会削弱各阿米巴对于核算的责任意识 所以上司必须充分听取双方的意见 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做出有效的指导 作为上司 归根结底是要对事情做出公平合理的判断 充当好协调整体的作用 为此 负责做出最终判断的经营高层 事业部长等人 必须具备让阿米巴掌门 认可的正确的判断基准和优秀的人格 换句话说 就是要掌握哲学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公司内部形成市场压力 在阿米巴之间进行买卖 公司内虽然会增加若干处理票据的事务性工作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 通过销售部门将企业与市场挂钩 将市场动向及时传递到各个制造部门 从销售部门接受客户订单时起 如果售价下跌 立即就会对各工序之间的买卖产生很大影响 各阿米巴就会闻风而动 迅速采取行动 削减成本 另外 阿米巴们在公司内部反复进行买卖的结果 在公司内部也会形成市场 例如 同样的加工 有几个阿米巴都能做 那么就可能同其中提出更有利条件的阿米巴进行交易 还有 如果公司内部的阿米巴在成本或质量方面出现问题 也可以不同它交易 而到公司外部寻找加工企业 由于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市场 就营造了各阿米巴之间的竞争意识 结果就能提升企业整体的竞争力 六 经费的计算方法 正确掌握经营状况 实行精细管理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是经营的要诀 这点在前面已经阐述过了 这里要讲的经费计算方法 同费用最小化这一条经营的原则密切相关 为了做到费用最小化 经营者必须率先锤饭 带头削减经费 同时 要让现场的全体员工都具备抑制使用经费的强烈的意识 而要做到这一点 前提是要构筑一种正确掌握实际状况的机制 让大家很快明白自己在现场究竟使用了什么经费 使用了多少 在单位时间核算表中选择现场核算中重要的经费 设定经费项目 具体的经费项目如下 所示 制造部门单位时间核算表项目续表续表 销售部门单位时间核算表项目续表续表 购入十点记录费用 在单位时间核算制度中计算经费的时候 有几项应当遵守的规则 再次加以说明 第一 在单位时间核算制度中 要把与阿米巴有关的月度内的所有费用都作为经费入账 如果是制造阿米巴 其经费包括购入的零部件 电费 设备折旧费 外发加工费 修理费等有关生产活动所支出的费用 另外 间接的公共经费 销售用金等也是阿米巴的经费 但是 单位时间核算表与利润表的不同之处在于 在计算单位时间附加值的时候 经费项目中不包含劳务费用 这一点在后面再详加说明 第二 关于购入物品的经费 前面已讲过 要遵照现金本位的原则 在购入的时点就要把所有的费用都计入当月的经费开支 以原材料为例 阿米巴在购进原材料时 验收益结束 购进的所有原材料都要统计为当月的经费 购人及经费 为了用现金管理每个月的活动 不是以使用了多少原材料作为经费支出 而是以当月购进了多少原材料作为经费进行计算 但是我们产品中的通信设备 信息设备 照相机等 光一种机型就需要许多种类的零部件 只能在背齐零部件 投入生产的时点列入经费 如果在购入时就列入经费 那么月度的核算数字就会大幅震荡 还有 采购高价的贵金属时 采购批量与每月的使用量存在差异 如果再购入时点 就把所有的费用列入当月经费 那么月度与月度间的核算数字也会大幅震荡 在这种情况下 经过上报并获得批准以后 可以按照物品的使用量来计算经费 即按使用金额列入经费 在按使用金额列入经费时 切记每月都要检查相关物品的库存量是否合理 有没有不良库存 第三 与阿米巴的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经费 间接公共费等 虽然不是阿米巴可以直接管理的费用 但还是要按照各方可以接受的基准 由各阿米巴分担 受益者负担 在阿米巴经营中 因发生某类经费而受益的部门 要负担这种经费 这是一条原则 称之为受益者负担原则 与生产活动和销售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 当然适用这一原则 而间接部门的公共费用 也要按照这一公平的原则进行分担 获利的受益部门 以及应该负担的金额都很明确的场合 依照受益者负担原则 这部分费用就原封不动列入该部门的经费开支 在阿米巴经营中 间接部门是成本中心 没有收入 因此间接部门所发生的公共经费 全部都要转入直接部门 这时候 这类经费要按照直接部门的生产金额 出货金额 人数比例 使用面积 获益频率等要素公平分摊 必须遵照一一对应原则 开具票据 将实际的经费数字转入相关部门 因为间接部门的经费要按比例 分摊给各阿米巴 所以 间接部门要在每月月初制定该月要发生的经费预定 并与各阿米巴联系 告知该月将要分摊的经费预定 各阿米巴在接到告知之后 就要制定本月将要转移过来的经费预定 据说许多企业在事业不层面上实行这种经费转移 但在阿米巴经营中 是在经营的最小单位阿米巴之间进行分摊转移 大大提高了核算的精度 要向人数很少的阿米巴转移经费 需要做非常细致的事务性工作 但为了让现场的员工们正确认识自身的经营状况 为了实现费用最小化 这种事务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通过经费的转移分摊 可以唤起大家的成本一时 同时可以防止间接部门臃肿化的倾向 如果月初预定的间接部门的转移经费到月末有了大幅增加 当然会影响到各阿米巴的核算 各阿米巴就会向间接部门询问为什么增加的理由 这样组织结构容易臃肿化的间接部门 在经营会受到直接部门的检查监督 因而就能杜绝浪费 实现肌肉坚实的经营 如果阿米巴掌门感觉到分摊过来的公共费用太大 负担过重 如他们认为这样的话 别的经费不论如何削减也无济于事 如果他们这么想 就会失去节约经费的积极性 所谓阿米巴经营 现场才是经营的主角 间接部门应该彻底压缩 归根结底 间接部门只能是一个小政府 劳务费处理 单位时间核算制度是计算每位员工每小时产生多少附加价值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中 与其把人看作为成本 不如说人是产生附加价值的源泉 因此 不把劳务费当作经费处理 统计出阿米巴一个月的总时间 再用附加价值及结算销售额除以这个总时间 算出单位时间的附加值 当然 并不是要忽略劳务费 阿米巴掌要掌握自己 阿米巴的单位时间的平均劳务费 如果阿米巴的单位时间附加值低于单位时间的平均劳务费 那么这个阿米巴就是亏损 如果高于单位时间的平均劳务费 这个阿米巴就是盈利 所以各阿米巴掌都要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的单位时间的盈亏平衡点在哪里 在人数很少的阿米巴的单位时间核算表中 如果包含了劳务费 这一经费项目就会产生问题 如果把每个阿米巴的劳务费明确列至 那么有高收入成员的阿米巴 它的核算数值就会低 相反 有低收入成员的阿米巴 它的核算数值就会高 这样的话 有人就会说 我们核算数值低是因为有高收入的成员 另外 眼睛只盯着劳务费 就会失去阿米巴本来的功能 即汇聚众人的智慧改善整个经营 从这一观点出发 在单位时间核算制度中 大家关注的不是各阿米巴的劳务费 而是总时间或单位时间的附加价值 最近 在制造和销售的科技以上的组织中 我们把劳务费列入经费项目 制作利润表 算出税前利润 作为综合性的核算资料 在经营中应用 把经费细分 制作单位时间核算表 是为了便于现场人员管理核算 但是为了实现费用最小化 还必须进一步细分核算表中的经费项目 为什么需要细分 下面以精密陶瓷产品的制造工序为例 做出说明 原料部门将调配好的原料卖给成型部门 成型部门将陶瓷成型后运到烧制部门的炉前 烧制后的半成品再运到下道工序 在这个过程中 比如考虑要削减电费 但在水电费这一经费科目中包含了水电的费用 电费实际花费了多少并不明了 因此 有必要首先将电费和水费分开 接着 各部门或各工序分别消耗了多少电费 必须弄清楚 说要削减电费 如果不知道部门或工序具体使用了多少电费 那么就不知道该在哪里削减 削减效果也不明显 因此 就要在原料 成型 烧制等各道工序分别装上电表 各部门按照实际使用量承担电费 这样个阿米巴使用了多少电费 就一清二楚了 哪个部门实际花费了多少电费 明确其金额是十分重要的 再进一步 如果弄清了哪台设备使用了多少电费 就能对电费进行更细 质的管理 就能更有效地削减经费 还有 某个部门拆旅费交通费居高不下 希望降低 但是 在拆旅费交通费这一笼统的经费项目中 看不出应该重点削减哪项交通费 为此 把票据汇总 把拆旅费交通费分为飞机费 火车费 出租车费 住宿费等更细的科目 这样 该削减哪个科目就一目了然了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每个人先做出每月的拆旅交通费预定 由部门领导予以指导 以此来削减拆旅交通费用 如果不对经费进行如此详细的分类 费用最小化就无从实现 必须将核算表上的经费按需要进一步细分 才能采取切合实际的削减经费的方法 如果想使费用最小化 阿米巴掌必须搞清楚自己部门的费用是如何发生的 否则就无法采取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来降低经费 提升核算效益 单位时间核算表中的各个项目是掌握日常经营时态的不可或缺的指标 阿米巴掌必须对这些项目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 要眼光锐利 能力透纸备 对经费进行彻底的管理 七 时间的计算方法 关注部门的总时间 催生工作现场的紧张感和速度感 在单位时间核算制度中 为了要算出各阿米巴单位时间附加值 必须计算阿米巴的总时间 在制造部门的单位时间核算表中 所谓总时间就是各阿米巴所属的员工一个月的正常工作时间 加班时间 部内公共时间和间接公共时间的总和 另外 当阿米巴之间互相支援时 同经费的转移一样 时间实际也可以转移 所转移的时间包含在核算表中的正常工作时间 加班时间栏目内 各事业部公共部门的总时间 部内公共时间要分摊给各阿米巴 各工厂间接部门的总时间 间接公共时间也要按比例分 摊 必须每天向各阿米巴反馈总时间 以便阿米巴能够掌握每位成员前一天的时间实际 即从月初以来累计的时间实际 但是 终点工的劳务费不做时间管理 只计算费用 因此终点工的劳动时间不包括在单位时间核算的总时间之内 关于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增加终点工减少正式工 虽然费用会有若干增加 但总时间减少 表面上看起来能够提升单位时间附加值 当然 不允许利用这个简单的借口而多用终点工 聘用终点工钥在对将来事业的开展和组织的运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综合性判断 必须书面上报获取批准 在核算表中 因为把单位时间附加值作为指标 所以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 时间这一概念是决定核算效益的重要因素 关键是 不仅要关注制造所花的时间 投入时间 还要关注这个部门的总时间 因为除了花费在实际制造活动上的时间 其他的时间花费对核算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阿米巴长及其成员就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 将总时间作为基准 目的不仅是为了削减加班时间 而且是让现场的每一位员工都意识到时间的重要性 催生职场的紧张感和速度感 让员工们自觉地营造提升工作效率的职场氛围 重要的是 全体员工都要在如何使用时间上动脑筋 想办法 节约时间 尽量提高生产效率 第四章 现场是核算管理的主角 单位时间核算制度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五章 打造激情燃烧的团队